草莓因不满MSI官方处理方式 喊话RNG退赛 因为延迟问题 RNG被要求重赛 三场比赛的成绩全部作废 这引起了各方的不满 前WE上单选手草莓 更直接在微博喊话RNG退赛 并提问 为什么当年WE掉线却不能重赛 还被虐得直接投降 原来早在2012年的时候 WE参加韩国龙争虎斗杯 WE和韩国的KTA比赛中集体掉线 KTA无耻地刷掉WE众人后 还拆掉一个水晶 但官方却没有允许WE重赛 反而还让比赛继续进行 飞机的装备是明显好于这边的黄兔 三相加轻语 这个情况应该是一个掉线 不过这个掉线的话 好像KTA队是完全没有 有等待的意思 这边是选择一个重点 然而即便是拔网线 KTA也不是WE的对手 在随后的比赛中被WE众人血虐 还被微笑拿下5杀 吓得KTA当场投降 三个人头 第四个 第四个无耀全部都是微笑拿到的人头 这个是不是一个5杀 诶 好像是诶 好像全部都是他杀掉的嘛 的话不得不说 现在的话EVE的春哥甲也是回来 诶 直接是选择了投降 只能说韩国人真的太懂体育精神了 双标确实给他玩明白了